大家好,我是曹伟东 C919大飞机很快就要服务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了 无论是交通运输都会发挥重大的作用 这是我们国家运输空运领域里面取得一个重大的成果 但是我们说它的基础却是歼20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我们讲过去我们造大飞机有三个重大的突破点 没有功课 第一个就是发动机 因为发动机是飞机的心脏 那么你心脏不好 我们就说它有心脏病 你飞机的发动机不过关 那你的飞机首先安全性不可靠 第二你的动力不足 第三你的这种经济性 也就是说你飞的距离越远 省油等等性能指标都达不到 所以我们管它叫心脏病 第二点就是神经病 因为前段时间美国的波音MAX出了重大的事故 实际上就是神经病 因为它为了解决 就是发动机向前移动 设计的位置移动了 那么它的升力会在飞机起飞的时候陡然增加 那么飞机员就要压杆 或者说让它降低机头 不能让它就是仰头过高过快 然后失速造成人员的伤亡 那这样的话就是飞机它的设计已经设定了 它为了减少这种设计 那么假设飞行员跟飞机做搏斗的时候 它就要拉 那么你拉我压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人机搏斗 实际上这是神经病 所以它就不安全影响了安全 还有就是皮肤病 皮肤病主要是纸飞机的材料 那你过去都是用铝合金的蒙皮 而现在是越来越多的使用负荷材料 既然我们的C919获得了许可证 因为C919它是商用飞机 商用飞机无非是运送我们旅客客机 还有一种就是货机运货的 但无论怎么说 它主要强调的是什么呢 第一是安全第二是经济 因为它和我们的歼20这种作战飞机 或者歼15这样作战飞机不同 因为作战的飞机 它要求比如隐身 那客机就没有这个必要 还有它要求超音速巡航 那客机它只要超音速就行 或者是亚音速也行 只要省油飞得远就行 所以这个要求是不一样 但是你既然歼20它能够隐身 那说明它的材料很好 很过关 不然的话它怎么能够一身一体的设计 它怎么能够解决这种涂装材料的问题呢 所以它的材料一定是解决了 它的这种发动机也一定是解决 因为你要超音速巡航 要高速快速 所以你没有大推力的发动机 这个是肯定不行的 那说明歼20也解决了 再有就是它不能神经力 那你这个五载机它是有先进的航电系统的 那当然不能是神经病了 所以我们讲既然你歼20能够解决相关的问题 那我们讲你的在民用航空上的 它是同步发展的 其实它发动机的推力 我们都管这叫大推 你既然能够在歼20这样的飞机上使用 那你在像C919这样的飞机型的使用 大家可能有人会说 那这个歼20它比C919小得多 但是它要求的速度很高 它要这种机动性很强 所以我们讲既然歼20 你能够独立自主的创新研发出来 那你C919这个进度就一定会大幅度的提前 那么随着C919的入役 我们可能后续的更好的 更安全 更竞争力的 因为你现在还有一个 就是面临着国际上的竞争的对手 那你未来的发展的前景 我们说是非常看好的 但实际上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军用飞机 也就是我们军工企业取得重大成果的时候 实际上民用的民航企业也在取得巨大进步 实际上它是一个同步的 这就是我们看到C919 当能够翱翔蓝天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最先看到的是歼20的飞鸿一撇 关于这个话题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本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